有一次呢 我在偶然翻查 慕正平的抽屉的时候 竟然发现了 我妹妹若珊的手机 这手机里面不但录了音 而且还有当时情景的照片 种种迹象都证明了 眼前这个周玉慧 就是杀害我妹妹若珊的凶手 可是王警官告诉我 证据还不太充足 让我继续潜伏下去 创造更多的机会 收集更多的证据 那个时候啊 他发现了我们的事情 为了不让他说出口 才逼不得已 把他和永和推下悬崖 本以为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 人家命大呀 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 居然还有办法回来 抢走我们辛苦经营的 白狐企业 林平啊 你就放心吧 是我们的 总归是我们的 明天就看着吧 白狐企业的各个董事们 也不是吃素的 他们知道 白狐企业遇到这么一大劫 一定会逼着白狐企业下台的 到那个时候啊 我们在趁虚而入 一举把他拿下 徐永泰 沐正平 这些证据呢 我全部已经交给王警官了 你们现在彻底完蛋了 这是污蔑 你没有证据 我要找律师 妈 现在铁证如山 你认为你还能够全身而退吗 王警官 就像伯彦所说的 整件事情 我是主人 徐永泰 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难逃之财 这就是你的报应 徐叔叔 你跟阿姨为什么不肯认错 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 对仲林造成多大的伤害吗 他已经连他的父母都不认了 伤害早就造成了 都到了这个时候了 你们还执迷不悟 你们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你闭嘴 你不但连自己父母都不认 你还落井下石 你这样对吗 我这不是落井下石 是你们触犯了法律 所以你们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你们知道我这辈子 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吗 就是白爷爷临终之前 我没能陪在他身边 见他最后一面 为什么呢 因为我爸我妈 把白家害得支离破碎 害得白爷爷跟他的亲人 骨肉分离二十多年 我多想亲口跟白爷爷说 白爷爷 对不起 我对不起你白爷爷 是我对不起你 你姓徐 你替他干什么 我当然惦念着他 我从小就是白爷爷疼大养大的 我应该好好孝敬他 但是我没有 我根本没有办法弥补他 为什么 因为我姓徐 就是因为我姓徐 我对白家有愧疚 妈 我想告诉你 如果你们再不知悔改 将来进了监牢后 会是什么样子 你们知道吗 白爷爷临终之前 至少还有亲人 还在他身边 但是你们呢 你们将会一无所有 也不会有亲人去探视你们 关心你们 这是你们想要的吗 妈 宁可口声声说您关心了 什么都是为我着想 现在唤我求你 你们也为自己着想 好吗 对不起各位 没有时间了 我们还要带他们三个 去做笔录呢 请吧 三位 子庸 妈错了 妈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不认吧 你不要不认吧好不好 子庸 妈 你要我认你们 除非你们真心的悔改认错 也许还有减刑的机会 我 子庸哥 救我 你求求我 我不是有意要害若珊的 我只是不小心 我不是故意的 若珊 若珊 你知道的对吧 我是不小心的 我是不小心的 我不是有意要害你的 若珊 对不起 请原谅我 若珊 你先冷静一下 若珊 如果真的是意外 司法不会冤枉你的 如果你真心悔改的话 我相信薄彦或者若珊 也肯定会原谅你的 是吧 薄彦 若珊 薄彦 薄彦 你都这么说了 我当然会选择原谅 不过 你要愿意真心悔改才行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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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薄彦 麻烦你帮我一件事情 可以吗 我爸妈 还不知道我这件事情 我开不了口 你能 替我 告诉他们吧 我 我会的 好了 走吧 子妖 如果我真心悔改的话 你还愿意认我这个爸爸吗 我 我只有你一个爸爸 妈 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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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喂 永和啊 刚刚出来 没事了 没事了 妹妹啊 我们回家了啊 今天天气真好啊 黄英 对不起啊 之前我为了不打草青蛇 对你说了些很过分的话 但是实在是没有办法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才不会放在心上呢 反过来啊 我要好好谢谢你 你帮我们白狐渡过了难关 你帮我们白狐渡过了难关 你帮你帮我 帮我们白狐渡过来 青蛇 对不起 云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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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仲霖 你知道我爸在临终之前 跟我说过什么话吗 我坚持要拆散你们 说你配不上我们白家 我错了 对不起 我现在只想好好地休息啊 我想好好休息 我这辈子爬上过高山 也跌倒过谷底 我现在最开心的事情 就是静静地躺在这里 看着我的家人 我也算是从谷底爬上来的 没想到在山途上还没站稳 就觉得自己力不从心 在精神和体力上都走了下坡路 当我爸躺在医院病床上 跟我道歉的时候 我对他也是一肚子的亏欠 我在想啊 如果我还继续反对你们两个的话 在几十年之后 我跟徐永泰的区别 一个在医院 一个在牢里 爸 您的意思是说 您答应我跟仲林在一起了 我没答应啊 但是 我也没反对啊 我 徐永泥啊 我啊 以后一定会好好地盯着你 如果你有一丝丝 一点点对不起红英的话 我会给你好看的 白叔叔 谢谢您 您放心 我这辈子一定会好好 照顾红英 保护他的 你别高兴得太早 我只是没有反对你们俩交往 但是没有答应 让红英嫁给你啊 没关系 我还是要谢谢您 白叔叔 谢谢您